什麼叫做提猶救火 這就叫做提猶救火 我如果說什麼柯文哲就聽什麼 這怎麼說媽寶 大家都媽寶 老師 你看柯文哲會不會請他身邊的這些隊友們 這個盡量少接受媒體訪問 對這個 把媽寶跟孝子混在一起 孝子是孝順母親對不對 不要讓母親每天在那邊 為了自己的小孩子的事情在那邊擔心 可是柯文哲不是啊 什麼叫媽寶 就是把小孩子的事情照顧得太周全 太完備了 然後讓小孩子長不大 而且媽媽說什麼 兒子就聽什麼 對啊 那我請問一下 果然柯媽就出來證實了 我說什麼 她就聽什麼 證明柯媽是垂簾聽證嗎 柯文哲只是一個傀儡的皇帝嗎 是這樣子嗎 跟慈禧太后一樣 在背後對不對 光緒帝在前面 就是一個傀儡而已 所以我真的覺得柯媽 難道你真的已經涉入到了 柯文哲的政治的事物 我是說真的柯媽媽第一個她搞不清楚什麼叫做媽寶 她把媽寶的定義完全定義錯誤 第二個 人家雞排妹穿著清涼是她自己甘願 她自己願意 她出於她自己的決定 跟那些假扮空姐的dancer 她真的願意穿這樣子嗎 她真的願意穿到裙子短到這樣子 連這個安全褲都快被人家看到了 肚子被露出來 這邊扭腰百臀 所以我覺得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個是操之在擠 一個是可能是操之在老闆 dancer的老闆 或者操之在科團隊 要求他們這樣穿的 然後這個柯媽媽說 沒有啦 我們也沒有想要去看 我們不曉得 我們到了現場 我們才發覺這樣子 柯文哲 然後那些 我們也不得不 我們不能離開 我不曉得 如果柯文哲 你這麼大的一個黨的活動 對婦女活動 你對整個的情節 整個的流程 完全不知的話 我覺得你柯文哲是失職 你做一個黨主席 有那麼多媒體在那邊拍 你竟然說 我完全不知撇清關係 甚至說我們很可憐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柯文哲 你做一個黨主席 是非常不稱職的 他做台北市政府 對官員貪污都不知道 所以搞了一百多個在貪污 但是我相信 他就不知道 就讓他行政管理效能 我相信柯文哲一定知道 這種事情 他一定知道 好 這是柯媽 大家說你兒子是不是媽寶 他就坐舌 他兒子柯市長是媽寶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小力元欣欣的分析 小力元欣欣他說 猴持續上升 猴上升3% 柯下降3% 可以解讀為 金普聰強勢整合 取得成效 柯文哲的向華 可以解釋為 性別議題受到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 如果說再這樣下去的話 是不是真的柯文哲不會選呢 反正他的隊友們 都一直幫他出錯啊 其實說實話 柯文哲現在的態勢 我認為他其實應該會是蠻焦慮的 其實他一路以來 從六月 這個民調超過侯友宜 其實我覺得他有個非常強烈 他一個路線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流扣路線 就是議題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所以他其實不斷地在創造新的議題 當你在跟著他後面解釋的時候 坦白說 也是有時候會有點吃力的 因為民眾最一開始的眼球 他其實是放在你一開始把議題拋出來這個當下 可是你在後面解釋 尤其如果你解釋的不好 解釋的漏漏灯的時候 反而大家能夠接收到訊息會有限 這是柯文哲一路上來 民調上來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有兩個人 就是館長跟黃國昌 其實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這個兩支槍架在旁邊來協助他 大家有沒有印象中 其實有很多議題 一開始可能是館長或黃國昌 先拋出來柯文哲附和 那個議題就成為在媒體上面 跑出來的議題了 那這時候有時候在執政黨 行政部門就要在後面 去做這些相關的解釋 可是我要說 現在柯文哲 我覺得他開始有點亂的套了 大家看 我們剛才前面講到說 剛才在我們節目上面有放 他讓他的媽媽出來幫他辯護 媽寶 坦白說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奇招 我真的建議柯文哲 乾脆請他媽媽來當 這個他競選的發言人算了 這個還要自己的媽媽 來為自己辯護 不是媽寶 我們想上次被叫媽寶的是誰 是洪孟凱 洪孟凱會不會叫 郭樹村委員來出來辯護 他不是媽寶 當然不會啊 你要撕下媽寶的標籤 你就是要證明 我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我自己自立自強 我自己非常有主體性 結果居然還是叫媽媽出來 幫他辯護 坦白說 我自己看 我們是非常非常傻眼 我其實覺得現在柯文哲 可能處於一個 亂的正腳的狀況 但是柯文哲可能又會開始說 沒有我媽媽自己去上節目 我不知道 這當然是一個謊話 所以柯媽媽現在跑出來 包括我覺得現在 剛才說兩支槍 館長跟黃國昌生鏽了以後 他現在要再抱新的大腿 然後一度 我覺得抱到柯媽媽 可是我覺得柯媽媽出來 這件事情 是絕對會讓他的媽寶的標籤 更撕不掉 甚至接下來這個標籤 會跟著他 所以你是一個仇女的媽寶 又仇女又媽寶 這個其實我都不知道 雙標籤 這個柯文哲成長過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發生這個狀況 但我覺得 這很有可能會讓柯文哲 民調確實陸陸續續 會再往下 因為大家真的覺得 柯文哲現在這種 冷宵微的路線 第一個很難獲得 民眾的信任 第二個 他現在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我覺得大家也看穿 這個人選總統的虛跟實 他的政策 第一個非常的虛 第二個 他的基本盤也不足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當然 小小恭喜國民黨 小小恭喜侯友宜 小小恭喜侯友宜 但我們接下來 當然我覺得民黨 會做最好的準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侯友宜 他幫二三要去金門 而且即將就是有可能 再跟郭台銘的再次同框 從716的凱盜遊行之後 侯友宜在716凱盜遊行的時候 是被虛的 然後那時候被虛之後 他每次洗澡 說他刑警的警察故事 那時候就有人 結果藍軍跟我分析說 他得到同情票 覺得說群眾很沒禮貌 我們還覺得很不可思議 沒想到這樣 這個叫烏龜漫遊 也漫漫遊出一片天了 他要發表兩岸和平演說 然後另一方面 金浦中的招數是不是有效 就是只打2024要政黨輪替 2024要再出發 同時他就是把侯友宜包裝成 蔣經國的樣子 石琦 我覺得 所以你看台北市的支持度 侯友宜回來了 居然是領先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侯友宜他有沒有做對什麼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可加分事項 他現在超越了柯文哲 也是一種被動收入 因為柯文哲在往下 那可是因為柯文哲跟侯友宜 他們兩個人本來就有連通管原理 他們兩邊的選票 這個互相流動的比例是高的 所以現在侯友宜超越了 這個柯文哲一咪咪 我覺得也是因為柯文哲正在往下 那柯文哲往下其實原因很多 大家剛剛都講 從716開始就有好多個 這個這個原因 好 那現在柯文哲剛剛講到 他不是又要拍影片 哇 攻擊這個打炸國家 對啊 根本就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就是你們民進黨等等的 監督民進黨的第一品牌 我會建議柯文哲 我覺得侯友宜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這份民調裡面 本來大家都在講說 你賴清德就三十五 天花板 天花板 人家長兩趴 站上三十七 那對民進黨來說 他是接收所有炮火的這個政黨 你看柯文哲對他的炮火大不大 大啊 一下打前瞻 一下打總預算 你做假葬 哇 天啊 這真的要 如果真的有官員做假葬 是要抓起來關的 也就是說他承受了這麼多 從這個性騷擾案 然後到這個打炸也也不行 然後這個預算又亂用 亂花錢再留徵孫 他碰到這麼多 可是賴清德的民調勢在網上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民調當中 可以解讀出蠻多訊息的 選舉難免有攻防 每一個政黨一定 每一個候選人一定都受到 很多的攻擊點 可是為什麼當民進黨作為一個 包袱最重的執政黨 他受到的攻擊最大的時候 他是不是化解的比較好 應對方式好 解決危機的能力比較足 這件事情我覺得民眾 是會看在眼裡的 然後美領導電子報 還有一個民調就是說 好 當這個朱立文一直在那邊 喊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 2024號政黨輪替 這個侯友宜也在喊 從民調裡面看起來 不認同的是過半耶 51耶 51點多 認同的只有30幾% 也就是說在野黨的這種攻擊 應該要 策略應該要改變 你們要試著想說 有什麼議題是可以讓我加分的 要不然你這邊一邊在流血 可是另外一邊沒有補血的時候 然後你對對方的攻擊 又傷不到對方的時候 這個選戰要怎麼打下去 我覺得有點困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實習講的就是這個 31.6%挺民進黨繼續做總統的 好 那麼侯郭柯的民調 這個余辦不認同 我想要請敏鳳來分析 這是一個滾動式的民調 它的參考價值是不是相對比 最近坊間的民調高一些 我覺得滾動式的民調 它對於時事的貼近度 就會比較近嘛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就是說我們昨天發佈的是這一點 20波的這一波 那20波的這一波就是 侯友宜贏柯文哲2.2而已 那這個東西就說好像贏的不多 那其實到19波 如果你看19波的話 其實侯友宜比柯文哲贏的更多 但是19波沒有公佈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昨天為止的話 它是麻花的 所以國民黨是沒有必要高興那麼早 說什麼黃金交叉等等